又买了一个桌子腿 因为大家妞儿现在啥也没有了 就剩体重了 所以说这个腿一定得结实 我怕到时候我承重不了 我再掉下来 然后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桌面 桌面再一放上 这个中间里面是摇的 然后一摇就落下去了 然后一摇就升上来了 这是车的后屁股位置 基本上算是完事的 这个地方是开了一个散热孔 让这里边的电瓶什么的散热的 然后后边这里按了一个插座 就是万一在后边用一下午了 所以就留了一个口袋这里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储物空间 可以放东西的 这边这里呢是一个花洒 现在把它按到车屁股的位置了 冷水热水 这个还是以前的那个花洒 把它挪到后边了 锁住了 然后这里面呢 就放一些体积比较大的长条的东西 然后这地方留出来一个口 直接就这样放进去 这会儿达蒙的车呢 就是把所有的空间都给它充分的利用 而且给它分配了 就是这个地方放萝卜 这个地方放白菜 这个地方放土豆 每一个地方都给它合理的空间利用 这样的话出来 整体效果就是车里边一点都不乱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给它归位了 前面这个座椅安上了 然后这个座椅呢 又重新包了一下 上次你们不是说包了皮子以后 外边再套上布子 然后好好的一个座椅 然后浪费了嘛 这次就重新换 换了一个深一点的颜色 这样的话就外边不套 那个座的套了 就直接这么做 到时候脏了 还可以清理一下 现在因为还有别的活 在施工 这个座椅就用了一个这个塑料的 一个透明的袋 然后现在给它套上了 防止太脏了 搬家车呢 这两天快完事了 基本上已经快完工了 这次用的这个家具的木板呢 因为是纯实木的 照上次的笔呢 沉肯定是略是沉了点 但是没办法呀 我就喜欢这种质感呢 大家就是就喜欢这玩意 咋整个有舍就有得吧 是不是 人家不都说了吗 鱼与熊壤不能奸得 所以说不要想的太多 知足者常乐 这我已经很知足了